在《科義》中介紹柏綠帽 《科義》中介紹柏綠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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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七歲開始學柏綠帽 所以 好像是 接觸了柏綠帽很久了 直到今時今日 當年是一個 這麼 這麼大的一個愛 直至到今天就變成我的職業 我也為了芭蕾舞犧牲了很多 也有很多艱苦的經歷 都是為了芭蕾舞 直至今時今日 我自己在做這一行 這也是我當年這麼多年的夢想 我也是會說是 開心是佔了大概70分 辛苦是30分 為何會有這個分別呢 我覺得辛苦之後的開心是來得比較值得 從小到大一直都沒有想過放棄的 我想是大概幾個月前 我也未至於是想放棄的 但是那個doubt是 我學了芭蕾舞以來 最強烈的感覺 那個時候 其實就好像 我們說過 有一個動作 或者有一方面的事情 我做極都做得不好 還有我對於某一方面的 自己某一方面的能力 感到一些絕望的時候 其實都不是想著放棄的 這個從來都不是我考慮的 我從來都沒有考慮過放棄 但是 那個絕望的感覺 就是 我幾個月之前曾經經歷過 有一段時候是最 最強烈的 因為我也知道自己是一個比較悲觀和感性的人 我會 我會全力這樣去感受 完全這樣感受我這個悲觀的想法 就儘管讓自己不開心下去 但是我的理性也是很強的 我的理性永遠都是 在我不開心過後 告訴我 你要做些什麼 就是用一個樂觀的 帶我去一個樂觀的思維 很理性地 硬著頭皮做 因為我知道 我理性地去樂觀面對問題的時候 終於一天 我會遇到這個不開心的時刻 很多事情 最重要是嘗試 因為其實在我生命中 有很多時候 都是看下去 我的目標可能很難去達到 但是 通常都是我的一事 就 帶給我成功 我都不會怕去踏出這一步 去做這個嘗試 然後 試到底 做我所有可以做的事情 去試下去 我想我在我的人生裡面 我所有的 踏出的每一大步 都是因為 我當初的這一小步去決定去 嘗試 我覺得跳舞是一個很容易去享受的一個 一個藝術形式來的 因為它的音樂 跟著音樂跳舞的時候 帶給你的自由 真的是一種很容易去享受 所以 我覺得當一個小朋友 如果他真的喜歡跳舞的時候 他終有一天可以 將他這個興趣成為他的職業 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小朋友是有這個天分 還有是有這個能力去 享受這一種藝術的話 是 他如果真的有一天可以 用這個成為他的職業是一種福氣 因為他真的會很開心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我在中三的時候 我的世界是比較少的 因為 我當時的世界就是 荃灣 就是我住的地方 我的中學 那一區 還有 可能鮑雷舞學校 荃灣分校 包括總校 和其他華民鮑雷舞學校的分校 但是今天 我的世界 就是鮑雷舞 帶到我去法國 令我認識了不僅是 巴黎歌劇院 這個芭雷舞學校 和芭雷舞團之外 是 整個法國 所有的 法國我可以接觸到的 文化活動 他令到我 就是芭雷舞令到我 對於其他藝術形式 例如 歌劇 造戲 就是theater musical 其他不同舞蹈的表演 產生興趣 在我芭雷舞路上 最改變到我的人 一定是黃仁文校長 之後專業的訓練 和我現在 今天的 career 就是我這個舞團 都是 全靠當年 校長 叫我去法國 和親自帶我去這個恩選 才有今天 今天的 career 我是林俊穎 我是Parasopra Ballet dancer 我是Parasopra Ballet dancer 我是Parasopra Ballet 我是Parasopra Ballet